丰林城位属清禾郡,以规模论在本郡十三城里居于伪劣,仅在茂城之前。 这样,一座城池的道院院长,一般匹配中阶的六品道人。 董阿姨无品修为,坐镇丰林道院,也难免传言说他在庄都得罪了人。 但对于丰林道院的弟子来说,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情。 所以说,除了方德才的正言外,在这次决斗之前,方鹏举亲手安排袭击,意图杀你夺丹之事。 你并不能拿出足以公诸于众的确凿证据。 董阿姨袭黑色道袍,端坐竟是蒲团。 他身后墙壁上挂着一卷人像,绘着一个身穿尊贵紫色道袍的道者, 笔触细腻,图像栩栩如生,道者面容却如隐云雾之中,看不真切。 江望垂首,功力于院长身前,听到问话,才以尽量平缓的语气陈述道, 我清楚知道是他,这便够了。 至于铁证,他身死之前自然会给大家的。 而他也的确没有令我失望。 董阿知道,他指的是方鹏举服下的那颗开买单,是否太过急切鲁莽? 本应徐徐徒之,罗列证据,以待道远裁决。 可两日之后便是内院选生的时间,方鹏举既已显现到脉, 那便定能成为院长的弟子。 时间紧促,只能行险。 江望敢杀外院弟子,但不敢杀院长的弟子。 外门只是预备,内院弟子才是真正的道远弟子。 说话的时候,江望始终垂首,表现出弟子应有的谦卑与本分。 但此时划过脑海的,却是还真观外,那自吸而来的剑笑声。 那个名为李一的男人,一剑便将强如左光烈这等天骄消瘦。 乃用得着百转千回,相较于发生在还真观外的那场战斗, 他是何等弱小? 他引以为豪的剑术又是何等孱弱? 哪里有时间去磨磨叽叽,为求一个万全的方式, 再道远与方鹏举慢慢周旋呢? 再者说,若非今日这样单箭直入,悍然发起到正决斗, 以其他方式交锋,他又哪里有背靠封林方家的方鹏举优势大? 如果说方鹏举所用的开卖单是夺自于你, 那么,你的开卖单从何而来? 来了,江望心中烧紧,但面上不露分毫。 发生在还真观外的那场战斗, 即使由于当时强者的威势意识无人赶进, 但事后也必然会引发查探。 况且,龚阳白等人摄阵于中国境内, 不可能不提前与中国强者通气。 庄国在小,也有一个国家的尊严。 作为整个丰林城域名面上的最强者, 董阿对于那场战斗,不可能没有了解。 好在整件事情中江望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, 在这个拥有超凡力量的世界, 他留下来的痕迹也不可能瞒得过去。 当下,他便尽量用最客观的角度, 不掺杂任何主观态度地描述了当时所听闻的一切, 包括他的身体状态, 他的想法决断, 以及他如何从模糊血肉中摸出开卖单, 包括最后将那些尸体掩埋。 唯独只掠过了需要的事情。 在讲述的过程中, 除了谋中一闪而逝, 喷勃愈发的愤怒, 董阿始终保持沉默。 江望当然知道这愤怒源自哪里。 丰林城叫野, 还真观外, 这是中国国土。 而来自秦楚的强大修者, 在此悍然交战, 毫无顾忌。 整个丰林城, 甚至清禾郡, 也没有人敢于干涉这场战斗。 于庄国修者而言, 这本身就是莫大的耻辱。 董阿之所以压抑这种愤怒, 无非是不想裸露庄国孱弱的事实, 避免影响弟子修行的信心。 他应该是一位好院长。 江望在心里默默观察着, 这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 都将主导他修行之路的中阶强者, 在今天之前, 他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。 一边观察总结, 一边叙述完了, 早已打好复稿的经历。 你的开卖单来历清楚, 我调阅过你在外门时的历次任务履历, 有分寸, 也有决断, 算是难得。 董阿淡淡地扫了江望一眼, 猜到, 以后在我面前, 刻意自称弟子。 江望心弦顿松, 心知这关已经过去, 并且他已经得到了封林道院院长的承认, 直接选入内院。 他两拇指交叉, 左手在外, 右手在内, 复阴抱扬握拳, 举至胸前, 微微汗手, 礼道, 谢恩师。 如门讲求天地君亲师, 而对道门而言, 师更在君亲之前, 因为师者传道, 是阐述大道之人。 与所有的封林道院内院弟子来说, 董阿便是他们的恩师。 董阿双眸威逼, 不再多说, 去吧。 从院长打坐静视出来, 与一只手在外面的灵河, 赵汝成, 并肩而行。 三人一时都没有说话, 气氛低沉。 江望归来, 方鹏举却死去了, 所谓封林武侠仍是名存师王。 都爷虎既然没有出现在这里, 那就一定是躲在哪个鸡脚喝酒去了。 这些人里, 他看起来最大胆咧咧, 但遇到这种事情, 他大概也是最无法面对。 无论骂得多狠, 心里多恨, 也无法抹去曾是方鹏举如亲兄弟的事实。 作为老大哥, 灵河最先打破沉默, 你们先回社里, 我还得把鹏举的尸体送回方府。 封林道院外门弟子是六人一社, 封林武侠因为意气相投, 索性便搬到了同一社里。 其他人也进不了这个圈子, 所以他们一直是五人住一社。 江旺没有说话, 灵河就是这样的性格, 无论方鹏举有多少不适, 他也不可能不管他的尸体。 还在恨老四吗? 灵河问, 不要再老四老四地叫了。 赵汝成俊美的脸上露出一丝厌气, 我齿于谈论这种谋害兄弟, 卑鄙歹毒的人。 相较年龄, 灵河的面容过于老成了些, 大概这也是他更容易得到性重的原因。 在五人中, 他一直处于老大哥的角色, 对几个弟弟多有照顾, 也因其稳中成熟的一面, 让人常常忽视了。 他其实也才十九岁, 只比江旺大两岁, 比赵汝成大三岁罢了。 只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 看着灵河, 江旺摇了摇头, 出声道, 恨他犯不上。 我只恨自己愚蠢, 恨自己错信罢了。 尽管他表现得如此平静, 灵河还是听出了那一丝无法释怀的怨气。 他足能够理解, 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光亮的事情之一。 信任不是错, 江旺。 灵河这样说道, 错的是那个辜负你信任的人。 他没有再说下去, 但是他阴阴的眼神又这样告诉江旺。 我们之间的兄弟感情也没有错, 更不参加。 错的, 假的, 只是那个背弃这一切的人。 只是方鹏菊, 所以他才要把方鹏菊的尸体送回去, 让他不至于死后没有着落。 这并非是出于对方鹏菊的认可或者同情, 而仅仅是对几人之间曾经拥有, 以后也不应当改变的兄弟之情的尊重和维护。 这就是灵河, 不管暴躁如肚野虎, 又或傲慢如方鹏菊, 都心甘情愿叫他老大哥, 又岂止是因为年龄? 你去吧。 人死如灯灭, 恩怨皆消。 江旺停下步子, 不过我可做不到陪你去。 我更做不到。 赵汝成也冷不叮道。 灵河拍了拍赵汝成的肩, 又深深地看了江旺一眼, 便转身离去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